随着国人迎来各国防疫措施松绑之后的第一个旅游旺季 本地摄影器材和无线网络路由器的租赁商就发现 年底订单同比增加两成以上 来看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无人机 运动相机 单眼相机 都是国人出国时最青睐的拍摄器材 摄影器材租赁业者指出 今年年底的租赁需求同比增加四到五成 约七成摄影器材已被预定 这家摄影器材租赁公司则发现 相关需求同比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顾客群甚至横跨学生到年长者 租用最新款运动相机和无人机 记录期盼已久的旅程 这家无线网络路由器租赁商的路由器服务范围 涵盖一百七十个国家和地区 业者透露今年营业额同比暴涨九成 需求从三月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边境放宽后陆续恢复 如果是一般朋友一起出国还是一家人一起出国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可以他们可以全部人一起用 主要的国家都是附近的国家 好像马来西亚 泰国 印尼 还有日本 业者约两千台无线网络路由器已有约半数以上租出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 网络 mês